9岁出道 18岁爆红 19岁入围金像奖 最年轻影帝提名 易烊千玺用实力证明了 不为演戏的歌手 不是一个好舞者 13岁加入TFBOYS 一首青春修炼手册 让他一页成名 爆红带来的是 黑粉给他寄假之 送恐吓信 被骂丑 被喊滚出TFBOYS 组合签售会上 他无人问津 上节目挡到队友 还被工作人员 直接上手推开 粉丝说 加入组合的前两年 这个少年的眼里 没有了光 15岁 少年队伍 亲自编舞EFu 孤独 崩溃 重获新生的情感 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说 这个舞蹈有特别的寓意 我理解 这是一场自我和解 18岁 整理个人工作室 当导师 带领队伍夺冠 主演长安十二十成 少年的你 小小年纪 就荣获金像奖双提名 成为金像奖 史上最年轻影帝入围者 爆红后 国内广告一个接一个 宝贝加 阿玛尼成衣 彩妆 奢侈品代言 接到手软 灯点心封面 更是日常 事业登峰 可别忘了 他还是个学生 他仅留57天复习 就以文化课 专业课双料第一的成绩 考进重细 未来的易烊千玺 我会向你保证 我会做好现在的每一步 所以 也希望你继续 兴致盎然地 与世界交手 一直走在看哪些 他的路上的 在这一生中 倔强成长 易烊千玺 比谁都清楚 努力的重要性 他也用实力 重新定义了偶像